歡迎收聽《紳士閣聽新聞》 我是祖兒 11月30日 中共前黨魁江澤民死了 江澤民在任中共總書記的13年裡 利用腐敗收買人心配席親信 造就了一批巨貪 中外罕見 儘管習近平上台後 曾經標榜反乎 查處500多名高官 但分析認為 中共腐敗之岩已經到了晚期 無力回天 江澤民在1989年六四天安門大屠殺後上台 在任中共總書記13年 推行腐敗治國 被稱為中共官場腐敗的總教練 他的兒子江綿恆也被稱為中國第一貪 據江澤民旗人一書披露 80年代江澤民被江綿恆去美國留學取綠卡 1992年江澤民手押黨政軍大權後 要江綿恆盡快回國滿聲發大財 江綿恆1993年一月 只是中科院上海野金研究所一名普通技術員 四年後就升任所長 1999年12月又當上中國科學院副院長 迅速激進國家領導人的行列 隨著江澤民權勢增大 江綿恆開始敬傷但不離官職 成為官商一體的典型 上海商界人士稱江綿恆的董事投銜多度數不清 最令人關注的是江綿恆所開啟的電信王國 而江綿恆的兒子江志成 2010年9月在香港成立博育資本 投資阿里巴巴、螞蟻集團、滴滴出行、騰訊等 被指賺錢錄自缺、勸錢、套言、走人 外界多有評論 江澤民的家族不僅是中國第一貪 而且江志成是中國真正的首富 逃亡美國的中國富豪郭文貴曾爆料 江家目前在海外持有的現金和資產 合計超過5,000億美元 時事評論員黃黑對《大紀元》表示 江澤民帶頭實行黨官和資本結合 官商勾結合謀 以致上行下效 紅二代利用家族的特殊地位 掠奪國家資源 形成中共利益集團的主體 而中國經濟走向市場 黃黑認為 這也是無法完成 貪腐成了最大障礙 對中國經濟發展是致命的缺陷 黃黑表示 從政治方面來看 江澤民上台後 就廢除了中共監管機構 放任中共各級官員貪腐 中共1949年成立紀律委員會 但文革時期基本癱瘓 毛澤東死後 鄧小平在1978年12月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 重新設置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 並在黨章規定 中紀委書記必須由政治局常委中產生 不過到1987年 中共十三大上修改黨章 又將這條撤銷 當時是喬石任中紀委書記 1989年江澤民上台 1992年中共換屆 慧健行以政治局委員的身份 任中紀委書記 直到1997年 慧健行升任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 自此才全部由常委擔任 1990年代中期之後 中共政黨精英大面積感極其嚴重的腐敗蔓延開來 斯坦福大學高級研究員吳國剛對美國之音說 我想也是因為他要收買共產黨的精英 黃克說中共腐敗最泛濫的時候 中紀委書記發揮不了作用 為建行無法控制總書記 而到2002年 胡錦濤上台之後 糾正不了腐敗 也動不了這個腐敗體制 胡錦濤改不了 2012年習近平上台往左改 所以說 江澤民是現有矛盾的總根源 另一個監管機構 中共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管管理委員會 在胡錦濤上台後 2003年4月6日才成立 黃克認為 在江澤民主政下 中共監管機構完全無用 都成為擺設 以致腐敗橫行 江澤民還吸收資本家入黨 和腐敗開綠燈 中國經濟成為權貴市場經濟 吳國剛說 在江澤民時期 由官員的 個別官員的腐敗 發展成為大面積的、高層的、中層的 乃至低層的官員家族的腐敗 這可能比古今中外任何時期 任何政權 在這方面的腐敗程度都要嚴重 這當然就造就了一大批既得利益者 中國事務專家胡平對美國之音說 當時中國流行兩句話 一句是腐敗 令我們的政權更加穩定 江澤民不是政治強人 沒有打天下的經歷 憑什麼服眾呢? 當時六四之後 蘇聯和東歐發生巨變之後 黨內思想混亂 胡平說 這個時候你打開了方便腐敗之門 大家都走去腐敗 利用權力、地位 迅速變成先富起來的人 所以當時腐敗確實起到了 維護共產黨、專制政權的作用 胡平說 另外一句話是 腐敗是改革的潤滑劑 因為允許腐敗 所以令到經濟改革比較順利 大小官都發現 他們可以借改革的機會大發奇才 政治上維護一黨專政、經濟上深化改革 並將腐敗推向世界 吳角剛還說 克林頓上台後訪問中國 實際上開啓了中美精英合夥發財 所以中共大面積的腐敗 開始侵蝕西方民主 也是從江澤民這個時候開始的 習近平上任後大力查辦貪腐案 包括政國級的政治局常委級別的周永康 副國級的中共軍委前副主席徐才厚 前中央軍委副主席葛伯等 江系高層陸續被查 習近平上台的前五年 中紀委在2017年的19大記者會上透露 18大以來查辦的副省部級以上高官 及其他中管幹部達到440人 20大則透露最近五年查辦了130個副部級以上 及其他中管幹部 據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數據顯示 自1990年以來 中共官員貪污腐敗 每年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 約9,875億到一兆2,570億人民幣 其中 江澤民首當其衝 江澤民總教練也造就了一批巨貪 時政評論員黃友群上個月的發文 中共億元貪官數量世界第一裡面稱 據不完全統計 從習近平上台當日計起 一直到中共二十大前 查辦的億元貪官總計有112個 這112名億元貪官 包括從中共黨政軍最高層 到32個省自治區直轄市一級 直至最基層的街道辦事處 村委會的各級各類官員 其中 原中共政治局常委 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 受賄1.29億元 原中共政治局委員 重慶市委書記孫政才 受賄1.7億元 原全國政協副主席蘇榮 受賄1.1億元 另外有8,000萬元巨額財產 不能夠說明合法來源等等 而原中共政治局委員 中央軍委副主席 郭伯鴿除財口的貪腐金額 中共不敢公布 估計遠超億元 江澤民執政13年 將中共變成了全世界最腐敗的黨 黃有群在文章中表示 無論習近平說了多少狠話 制定多少法律法規 死刑 終身監禁等 中共的腐敗之癌 已經到了晚期的晚期 化療 放射治療 手術等 全部都無製於事 任何人都無力回天 因此黃黑認為 江澤民是中共這波腐敗潮的總根源 以上節目內容 取材至大紀元記者 清正 採訪報導 本次的《紳士閣聽新聞》就到此為止 請記得訂閱 點讚 本節目語版部分內容 已經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請問 ünd� 抬抬出 john 郁 若 轟